利基店上市不到半年 董事会现在决议说要办现金增资 要筹资230亿 可是投资人不开心 因为他们担心会膨胀股本稀释获利 所以很想问 说明明去年利基店是赚钱的 干嘛在这个时候办增资呢 美国科技股周三反弹 带动台股跟着涨 10号开在18217.29店 盘虫遇到乱流一度翻黑 中厂收在18338.05店 销涨1.03% 半导体族群满血回归 利基店却下跌 利基店搭上半导体热潮 赶在去年底风光上市 当时中签率只有3% 董事长黄冲仁更在典礼上感性发言 因为我们的责任是对我们 最重要的第一重要我们的股东 照顾股东言犹在耳 没想到隔不到三个月 董事会却决议要办理现金增资 上线35万张 预计可筹得230亿元 遭到股民反弹 利基店去年明明大赚约160亿元 现增会膨胀股本 稀释获利 刚复活就要跟投资人要钱 基本上法人跟投资者都不会买单的 不只资深股民看不下去 有网友跟整理 利金跟利基店从2015年以来 相关的连带与现金增资 利金也曾负债高达1200亿元 黯然下市 如今卷土重来 却以扩产为由限增 不免让散户担心 在这个最好的时机上 然后把这个产能扩充出来 所以用真正的方式 是这个获取资金的一个 最快的一个方式 专家分析看好景气 扩产成熟制成 连电也有计划 预期在2023年产出晶片 利基店又加码投入 未来供过于求 会成为最大变数 在约许之重方向更大